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 Lincruiser的Prado 它进化了这么多 包括动力的部分也进化 让你税金更省之外 更重要的一台车 除了带着你上山下海之外 它能够陪你多久 它的耐用度就非常的重要了 外媒也帮大家评选出来 到底最耐用的车款有哪一些呢 这是美国北美IC卡的网站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的数据比较 他在2019年抓了1580万台车 当年这个销售车 然后他们去做调查 这些车中里面有超过 20万米的行业里程 换算我们台湾的公里 大概就是32万公里 其实我们国人听到 20到30万其实已经会觉得 这是一台很老的车 跑了还不错的里程 那他这样做出来的 要给消费者一个这种 过了30万这个关键点之后的一个 一个对比的数量 其实实际打散各品牌车款来说 大概超过30万 这个调查里面大概只有平均 一个percent的比例 然后他又抓出来了top的top15 前15名中 我们今天就来看前5名 其实就很有看到 第一名的就是这个比例最高的 Lang Cruiser 他的对比高达了15.7个percent 那就可以证明说 Lang Cruiser其实之前也跟 黄王哥聊过 这个真的是不会坏的车 甚至从我们知道 他从1951年到现在 其实有各代 甚至台湾还有一些玩家 还在买这种2 30年前的 老的Lang Cruiser 都一直还在使用 还在玩上山下海的一些 off road的活动 所以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来 第一名Lang Cruiser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那另外来看其实蛮有意思的 就是前15名一共有7台 是Toyota的 然后他这个第二名的是 Toyota的Scoria 其实这个车可能 观众比较陌生 但是台湾的贸易商有进Tundra Hawka Tundra大概应该有点像 那Scoria算是他的轮身 就是改成了休旅车的 后面有车厢的这样的车型 他的比例也很高 是9.20% 那另外在第三名是Ford的Expedition 然后第四名是Chevland的Superband 然后第五名是Toyota的Highland的Hybrid 也有4.2% 所以前五名就有三台的SUV的车型 是出自于Toyota 所以再次证明 他们的这个车的妥善的耐用度 超过了30万公里 这个使用的比例都是最高的 讲到车子的耐用度 他是不是真的很耐用 问真正的车主最知道了 和王哥呢 本身就是Lang Cruiser的爱好者嘛 今天为我们带来了是 1998的Lang Cruiser的100 你有很多的这个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每一代Lang Cruiser 你都想要拥有 其实因为就我们家来讲 因为其实我们是住在靠山区 所以车对我们来讲不是玩乐用的 我们是实用 是真的需要这个车 然后能够到山野到河床 去工作用的 那这部车其实当年来讲 是我们自己办进口进来 然后再送车的 所以这部车其实当年 它就是Lang Cruiser 刚刚发表上市没有多久的 当家的旗舰版 所以它是在这个等级里面 是最大型的 而且它在世界上来讲 它的评比 因为它的潜力大叫Lang Cruiser 80 就是80来讲 它的风平就已经相当好 全球也卖得很好 对 那这部车你看 从1998年 是先富开始一直使用 到后来 它离世后来换我接手 其实这部车已经开了103万多了 刚刚我还要跟人家讲 百万公里了 对 那时候百万去乐部应该要找和王哥来的 而且这辆车 我必须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其实这辆车除了电瓶 那挂点没话讲 爆胎没话讲 从来没有顾路过 我讲真的 而且甚至去 我们讲 以前我们去什么丹大 甚至还有那个 啊啊啊啊什么牌的 都叼车都是我在拖的 而且我最高的纪录 一次拖两台 这台车拖两台 对 爬了很陡的坡 你想象不到的 就这个车 就这部车 我想象得到 我在那个就是你知道吗 我们去夜夜 我被和王哥吓到 对而且那个路是很窄的 很弯的 很婉延的 所以比他贵的车 未必比他难用 所以刚才行然讲到的这种 这种妥善率 它是真的 我真的 因为我是可以做见证的 而且这部车其实它的尺寸 虽然它是旗舰 但是我必须讲 我看到这个新车 尤其那天开过以后 你要知道吗 这部车是4700cc 其实当年有一部车 叫GX470 其实它就是PRADO 它也是 那部车也有放这颗引擎 但是你要知道 这部车 其实它的马力才多少 228匹 228 现在204 204 但是它是2.8的 但是它的扭力峰值 这个其实才410牛米 那个51公斤米 那是将近510 而且这个要3400转才有最高扭力 那个是1600转就有 所以我那天开起来 我就说哇 你完全没有考虑路怎么样 就直接过去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 真的是 好像买了 时代的进步 对应该是这么讲 因为时代的进步真的是太快了 而且 我说真的 这个车就是很简单 它就是平时耐用 然后要开出门 说实在话 像以前我们去接客人 大家也觉得这辆车 很大扮 对 看起来气派 对 但是就是我讲 虽然这是牛 我只能这么讲 这辆牛真的是很耐用 而且就默默的 每天就是带着你上山 不能讲下海 就是说渡河 真的是还蛮难用的一部车 对 所以我想观众朋友听到 河王哥对于Lain Cruiser的爱 应该也可以感受到 在市场上面 在台湾 其实能够选择到了 架杠的越野硬汉不多 可是还是有的 到底有哪一些可以选择呢 关于没错 现在台湾能买得到的 真正的正统越野车 真的是物以稀为贵 硕果仅存 为什么说物以稀为贵呢 其实这些正统的越野车 你可以看到 真的一台比一台贵 它虽然有 它是为了是一个固定的机能 就是以越野为主旨 但是时间走了这么久 当然因为专研在一个领域上面 自然而然它就会变成专家 当然就值得花更多的资源 或更多的钱来拥有它 所以我们介绍几台车呢 像是Prado 我们刚刚都已经看过了嘛 现在新的已经改成两个车型了 又比如说入门的239万的 跟比较高规的278万的 然后都改成2.8升的才有引擎 更适合大家的一般的使用 那能跟它对抗的有谁呢 像是Land Lover 这个越野世家 一定要派出选手来啦 Discovery 或者是最新准备要上市的Defender 都是一个很好的对手 以越野为主 不过呢 它的售价呢 已经要从347万起 高规以Discovery来讲 甚至要破400万 这个就更加的离我们遥远了一点 真的 对 那下面还有一个更遥远的 就是G卡10的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车子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认为 讲到越野车 很容易就联想到它啦 但是现在你要在台湾拥有它 最基本最基本的 柴油引擎3.0升的话呢 就要582万 如果到MG还要800多万 那为什么会提到 第四台车V90的Cross Country呢 因为刚刚这些车子 真的是又高又大 还又贵 那所以说 如果说你要有一点性能 又要有一点越野的感觉 然后你烂路 你穿越度也要OK以上的话呢 这车子倒是用不同的思维 去设计出这样子的一个 属于说跨界旅行车 因为它的车高 还是加高了5.4公分嘛 所以应付一般 我们遇得到的越野来讲的话 还是算是绰绰有余的